Hello, 又是我天氣觀察員 過了兩個星期, 大家有沒有出去看天氣 如果有看天氣, 你會看到什麼雲 有Q, 有SoQ, AC, AS都有 還有沒有其他呢? 當然有, 就是今天我要講的高雲 高雲族, 真正最高的雲 通常來地大約是2萬3千呎 去到4萬呎左右 他們大多數都是很潔白, 很清澈透光的 原因是他們主要都是由冰晶組成的 高雲族的三種雲, 不像中雲和低雲 名字比較混亂, 他們的名字比較統一 他們都好像多了一天一樣, 頭都是軟的 就好像第一種, C 狀的卷雲, CI 第二種, 就是粒狀的卷積雲, CC 最後一種, 就是薄沙狀的卷層雲, CS 結合了我過往看天的經驗 在觀察高雲方面, 我還有三個心得 就是很容易認, 很難看, 而且樣子很漂亮 首先, 為什麼很容易認呢? 因為三種高雲, 他們的形態都非常獨特 看天的時候, 很難會將它們混淆 第一種高雲, 我們叫做卷雲, CI CI是一些C狀的雲 它們都是一絲絲, 非常清晰, 看到纖維狀的雲 內表呢, 光滑, 柔順 卷雲一向都比其他的雲顯得比較白 所以有時候, 在日落的時候 太陽一路一路地下落 將其他低雲或者中雲都開始染成黃色或橙色的時候 卷雲依然可以保持結白 而剛剛相反的, 就是破曉時份 日出的時候, 卷雲最早被太陽染到顏色 第二種的高雲, 就是卷層雲, CS CS 就好像透明的白色的薄沙 它可以很平均地覆蓋天空 有時候, 它都會出現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你可以想像它好像一塊雷屎一樣 鋪在最高上面 同樣, CS 都是由冰晶組成的 當太陽穿過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光學現象 我們叫做雲 而這種雲的現象 就是最好的證據 可以分辨到CS和AS 因為只有CS才可以產生雲 而第三種的高雲, 就是卷積雲 CC CC是一些非常細小白色的碎塊 或者是薄片 記住, 它是不會打陰影的 而這些碎塊, 大多數視覺寬度 都是少於一度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視覺少於一度 就快點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整天都是CC的話 以前的老人吉就會叫這種天 叫做魚鱗天 魚鱗天 魚鱗天不是很受以前的人歡迎 因為當出現魚鱗天的時候 表示之後天氣有機會會轉壞 所以他們有個言語 叫做魚鱗天 不語也風天 我的第二個心得 就是觀察高雲很難看 我講的很難看 不是說高雲很肉酸 而是很難看到他們 很難看 原因是高雲有時候 真的可以很薄很薄的 有時候薄到你以為它根本都不存在 講個趣事給你們聽 我曾經帶過一班朋友 在天文台的頂樓去看天 當時既沒有中雲也沒有低雲 天空一片淺淺的藍色 這時候我就像神棍一樣 周圍跟人說 你看看這裡 這裡有雲 你看看那裡 那裡又有雲 全場只有我一個鬼死那麼緊張 每個人眼睛定 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他們看不到 原因是經驗 因為當天 雲非常薄 它只是薄薄一片 蓋在天空上面 把原本的藍色 改變成一些很淺的淺藍色 大部分人都沒有看過真正 無雲的藍色天 所以他們看不到也不奇怪 而還有一個情況 高雲是很難看的 就是入夜 當沒有了光源之後 就算很有經驗的天氣觀察員 都需要一些時間 通過星星或者月亮 幫助他們觀察高雲 所以天氣觀察員 對高雲真的有愛有狠 有異形又難看 不過我偏向外那邊多些 因為只要有高雲出現 一個字 靚 高雲除了自己非常靚之外 伴隨著高雲也有很多 很迷人的光學現象 第一種就是雲 有日雲和月雲之分 簡單來說 就是日光或者月光 通過高雲的冰晶之後 光線就會被折射 而形成了一個圍繞著太陽 或者月亮四周的環狀光環 二種光環內圈是淡紅色 外圈是紫色或者白色 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光學現象 叫幻日 它的情況在太陽同一個水平 你看到它的左右兩邊 會出現一個大尾的光斑 這個就是幻日 而之後這一種是比較容易見的 我們叫做華 就是日光或者月光 穿過了一些卷積雲之後 光線就產生了一些顯射 而形成了華 而華呢 就是由裡面白色慢慢慢慢 去到變成啡紅色 好耶 終於講完三個運軸了 希望大家呢 努力點 嘗試出去外面 嘗試用肉眼親眼去看運 另外呢 天文台呢 都會選一些觀測課程 希望呢 將來我可以在這些真人的觀測課程上面 見到你們 拜拜